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學測的考題吧 當然我會一直持續幫各位同學拍 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是在講數列級數跟log的考題 這一題跟剛剛那一題一樣我也很抱歉 真的我也不知道會考這麼簡單 來你看喔 這個就是送分題 這個都已經拿到分數 好不好 來他告訴你 來接大於1 來這一題的解題關鍵在於接大於1 接大於1 這一題跟排列組合沒有關係喔 不要怎麼222222會死掉 每相領兩項 有一數為另一數兩倍 老師什麼叫2222 很多東西就這樣子啊 來你A1 來你這邊是A2 來你這邊是不是A3 來你這邊是不是A4 來你這邊是不是A5 對不對 他說A1是誰 A1是log36 欸對不起 他是log36 好所以A2會有兩種可能性 好這兩種可能性 然後再兩 不是不是這樣算不是這樣算 這樣算不是這樣算 為什麼你要記得他會有小於1的可能性 大哥大哥大哥 他說怎麼辦 我跟你講這種題目排列組合概念 當你用 乘碼原理或加碼原理會算錯的情況下 你就一個個慢慢列 為什麼 來你記得兩倍嗎 所以我可能是你的兩倍啊 有可能乘以2啊 兩倍多少 log36嘛 對不對 那這裡咧 一半嘛 1倍的log36嘛 對不對 你寫到一半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就掛掉了 哪裡掛掉 老師掛掉了 對 不是我掛掉了 對不起喔 來是這裡 因為這裡就會變多少 這裡就會變成36的2分之量是log6 log6就小於1啊 所以這邊是不是就死恰恰了 對 他就不合理了 懂嗎 所以不是什麼兩倍兩倍兩倍 很可愛 很可愛齁 這裡是2 4 再來 8 再來16 所以大家寫16種 我看一下A5有沒有16齁 好險A5沒有16有的話 你真的給他寫下去齁 OK 來那怎麼辦呢 男性一個個在列嘛 來他有可能被兩倍 兩倍的話變什麼 兩倍的話變成4倍的log36 沒錯 這個的確會比較大 好大於1 這裡呢 兩倍變一倍是不是log多少 是不是36 OK 來再來再來再往下 4倍 這裡是8倍的log多少 36 這邊多少 兩倍的多少 log36 對不對 那log36乘兩倍是變兩倍log36 但是這個變一半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變log6 log6就怎樣 log6就死翹翹啦 這裡就不合啦 來再繼續齁 8倍log36 再往這邊 16倍的log36 來8倍變一半變幾倍 變成4倍的log36 再來兩倍乘兩倍四倍 再來變一半是變log36 你有發現這些東西是不是全部都大於1 對啊 所以這邊這一組會大於1 這一組會大於1 這一組會大於1 所以你一共出現幾組大於1 3組大於1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選3個那個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題目會很難嗎 不會 不要用排列組的角度去想 我跟你講喔 這題是因為教授對你很好 他這邊兩種 不然你這邊4種 這邊是8種 這邊16種 他答案選16種的一堆阿大一個寫 他是前提是大於1 所以這一題也是送分題 各位同學有拿到分數嗎 OK 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我們繼續往下再解下去 OK 拜拜